南回公路在完成拓宽之后 许多用路人抱怨安硕潮浦隧道的速线过低 造成部分路段回堵 立委刘兆豪要求公路总局研议放宽 公路总局规划在清明连续假期间 事半时速放宽到70公里 希望让用路人有更盛畅的道路 南回公路在完成拓宽后 行车时间却让用路人无感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速线过低 用路人也因此抱怨连连 立委刘兆豪也特别要求公路总局放宽速线 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介绍很多的民众的反应 就是整个时速的调整 因为我们这一段总常从我们台东市一直到 草浦隧道出口这边 有40路段又有56路段又有66路段 还有一部分少部分的70路段 70公里的路段 那我想我们政府把这个路 我们安全第一 但是这整个时速的规划 也要做一个全盘的调节 跟地方政府来做一个全盘的这样的调整 公路总局在评估过后 总算同意在清明廉价期间 试办提高速线的做法 草浦也一直要求我们公路总局必须针对整个完工之后的台九线改善工程的行车速度 在安全的要求之下 也能够做一个合理的全盘的考虑以及调整 那公路总局也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以及将在最快的速度里面来做整体的一些考虑做调整 那我们希望整个安全为最高指导目标之下的整个公路上的速线的合理的调整 能够提升我们整个行车的 有赵要强调 公路总局在放宽速线后 将能有效提升行车的速率 也能让用路人有更好的行车体验 记者潘俊瑞台东众文报导